宋徽宗被掳到金国还能活九年,全是因为这一点。 有很多皇帝并不是和当皇帝只是头抬头的好,又运气好的要命最后当上了,皇帝这样的皇帝与国家无异如果处在动乱年代,反而会把国家脱入深渊。 最昭明的两个皇帝就是宋徽宗昭吉和明熙宗朱,游孝这两个兄弟在当皇帝时的所作所为极为相似,如果这两个人不当皇帝的话,昭吉会成为昭明的书画家。 将会有很多作品流传于世,而朱游孝则可能成为鲁班那样伟大的木匠他在墓,宫上的天赋已经远高于当时很多工匠,只不过命运把他们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给国家带了巨大的灾难出。 游孝与赵吉不同的,是,朱游孝是自然死亡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家被游牧民族攻破,而赵吉,不仅看到国破家王,自己还被金兵录到金国,受尽各种屈辱和折磨,最终还不堪折磨而死尽抗之变以后宋徽宗赵吉和宋亲宗赵恒被金兵家送到北方的金国境内,这一路上,也是受尽非人的待遇宋徽宗的爱妃也被强行录去到达金国境内。 被宋徽宗和宋亲宗一起穿着丧服去也,见金太祖完颜阿古达的妙语意为金帝向太祖献服,而后宋徽宗被封为昏的宫,先被关押在寒州,后来又被押送到五国城,关押在金国时期的宋徽宗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下了很多悔恨的诗词, 还想通过使臣向宋高宗表达要回道,南宋的依向只是没有实现,而以悔恨归悔恨,宋徽宗还是非常的贪生怕死的,国破家王受尽屈辱,他并没有选择自杀殉国,反而偷生于世,这也是他自招的。 宋徽宗一生都非常的好色,静康半世间正轻功一语,记载宋徽宗五,七日毕约一处女的遇一次击毙位号,续行一次进一节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由此可见宋徽宗好色的程度,如果你觉得这个史料不足为信,那么请看宋徽宗的孩子们静康之难,前宋徽宗生有三十二子三十四女有这么多儿女,为什么宋徽宗没有被杀,还能带金国活了九年呢? 除了宋徽宗能忍之外还有,就是宋徽宗的女儿们发挥的作用了宋徽宗被俘虏以后宋徽宗的女儿都不能叫公主了都改称帝级相比文明的大宋当时的金国,就是乡下见到宋朝的女人都有战友欲,更何况,宋徽宗帝级嫁给金国皇帝和贵族的很多具不完全统计,有以下帝级都嫁给了金国的皇帝或者贵族加德帝级赵玉盘,先是金宋王完颜宗盘,谢后梅入宫, 中,宋徽宗龙得帝级赵金奴,先是嫁给金国完颜昌之妾后梅入宫,中宋徽宗安得帝级赵金罗,先为金都捅完颜独母,所战后被折磨至死,冒得帝级赵福金,先为完颜宗旺,所战,又为完颜西隐所战后被折磨至死寻得,帝级赵福金为金珍珠大王完颜摄掩马之妾。 顺德帝级赵英洛,为完颜中汉,所战以伏帝级赵元珠,为四皇子完颜宗必所战瘤,伏帝级赵多父先为完颜宗旺所得北设时,又为该天大王完颜宗前所战宁伏帝级赵串串珠为眼王完颜宗郡之妾后,梅入宫,中,室金西宗华服帝级赵塞月长大后,入金宫室金庆服帝级赵金箍,长大后入金宫室金纯服帝级赵金陵入金时候上游, 长大后先为完颜舍掩马之妾后,被遣在王城帝,仅仅有记载的就有十二个女儿,或嫁给了金国皇帝,或者嫁给了金国的贵族,虽然有被折磨至死的但是也有,成为妾室的也是因为宋徽宗这些女儿的努力,宋徽宗才能顽强地活了九年,可以说宋徽宗不但是个婚君,还是个混蛋父亲自己的生存,都要靠女儿用身体换来。